投資者情緒緩和 港股昨日重上兩萬大關 港股業績期展開 市場焦點將轉移 聯儲局官員集體應調後 市場預期 一半機會9月加息0.75來 美息明年3月到達3.5來 可望見頂 投資者對美國經濟衰退憂慮正在增加 股份方面 中國碳中和 01372 自2021年初積極於碳中和領域 進行戰略性部署 業務正在轉型升級 目標成為聚焦負碳排放領域 及開發和經營碳資產的新型專業管理公司 定位為天平右則 以自然及技術吸收碳排放 開發經營碳資訊與碳核查 碳資產開發及碳資產管理與交易 中國2020年能源活動碳排放總量約為100億噸 2021年6月中全球500強企業有160多家已經提出碳中和 地方政府開始逐步定立目標 提出碳中和企業包括 中信集團 中遠集團 百度 螞蟻等 以承諾到2030至2050期間實現碳中和 依據國際機構測算 到2060年 碳布獲 利用與風傳 CCUS 技術將處理近10.4億噸二氧化碳 市場空間有望達到2596.4億元人民幣 現時中國實現碳中和百分之三十 需要依靠CCUS技術處理 中國碳中和集團 副碳排放業務市產融結合的碳中和業務的重要組成部分 與碳資產開發與管理業務互為有機關聯 其中大灣區市集團推動副碳排放業務戰略的重要區域 區內印、染行業、再出口和內需關聯度高 早前 集團宣布參與 燃煤窩爐煙氣二氧化碳步集與資源綜合利用示範項目 建設及提供諮詢 項目屬於廣東省 雙碳先行示範區 是目前粵港澳大灣區首個 雙碳概念示範工程 該項目採用中國礦業大學技術 中國石油工程建設公司 北京分公司總承包設計與施工 廣東潤炭科技公司參與現場技術服務 計劃於2022年底基本完成並投入運行 值得留意該股未來發展 更加強化術運行 旁國石油工程建設公司